超强勾哉格斯起31日开直播撕露王小飞的谎言 网友们兴奋的同时也问了其他艺人的卦 其中还提到陆寒迪丽热巴 还有徐亚军林俊杰等等 一夜公开那么多顶流明星的料 攻占热搜1到17名 徐亚军在第一时间回应媒体表示真有此事 但女子是朋友不是范菊妹 林俊杰套房事件她也透过经纪公司说 关于网上无端影射 若有人掌控林俊杰先生涉及违法犯罪的证据 尽请务必向有关部门检举 我们会积极配合调查工作 否则请务占用公共资源 尽请停止一切的造谣 这番话被网友解读 拒绝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啦 而陆寒和迪丽热巴日本约会究竟是发生什么事 大家也抱持着怀疑的看法 希望她能拿出证据实锤 一日格斯奇发文澄清 表示自己没说热巴和陆寒一起出游日本 他们前后差三天 只是我分别巧遇在童酒店进出 还说陆寒认识自己 当时还问她在拍谁 是热巴吗 澄清了陆寒和热巴只是朋友 林俊杰的部分 她说那些都是上过社会版面的事情 要交给大家去判断 网友想看狗仔PK歌王 他不会上当 自己只是提了一下过去的新闻 没想到会造成这样的回响 她也向林俊杰道歉打扰了 她的澄清文曝光后 网友也纷纷为她打气 支持你这条路真艰辛 小葛是正派的人小心为上啊 等等留言 但也有人期待有更猛更火辣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